今天是2021年8月16日 先講講胡志明市的情況 本身星期六政府要求出入市民要登入網站 填寫Travel Decoration 一個聲明書 去到檢查站的時候 他就要用手機去掃一下QR Code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個新的措施 還有很多人去到現場 你的手機剛好又沒有電 又或者訊號不好 又或者是有些人的數據都用完 各種類的問題 結果就是塞在檢查站那裡 反而造成了很多不便 所以這件事實施了兩天 基本上就撤銷了 只是在一些小量的地區繼續做 我們再看看其他的消息 有一個調查發現 越南成為了第三大即食麵消費國 有一個組織叫做世界即食麵協會 所以就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2020年 越南在消費即食麵方面 是上升了29% 全世界來說 越南是佔了即食麵消費 整個世界的6% 排第一二是哪兩個國家呢 原來第一是中國 第二是印尼 第三是越南 第四是印度 第五是日本 其實這件事都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只不過是疫情令人留在家裡 所以就多吃了即食麵 如果不是應該怎麼解讀呢 難道是因為經濟好 所以多了人變得很繁忙 所以吃多了即食麵 這件事就當脆聞聽完就算了 再看另一單消息 就是在胡志明市那裡 現在就發覺其實 有一些外國人 因為這個社交距離限制 我們昨天也說到 很多公司已經是結業 結業就會令到外國人都失業 現在就有一個慈善組織 他們的名字叫做 英文也叫做common heart 就是共同心 他們就是會幫一下外國人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圖片 他們其實每一次行動就會 約莫 即是早上十點半 去到一個集合點 開始分發食物 首先包裝好一包 例如這裡看到 有個蛋糕 有些奶 有些香腸 有些水果 根據這個組織的代表 之前試過派米給外國人 但通常西方人 特別是他們都不習慣吃米 所以他們就改了這個菜 這幅圖片就看到 有一個義工 拿著電單車 找到這名外國人 發覺他在街上到處遊蕩 過去伸出援手 派發食物和水 給他 這個外國人是做什麼呢 原來是一個英語教師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個教學中心已經結束了 他就說已經失業了三個月 基本上的積蓄都差不多沒有了 所以就在街上遊蕩 另外這一名外國人 都是教英文 我想也是失業了 於是他就在街上遊蕩 他似乎不想讓學生知道 他的生活是這麼困難 所以都是背著鏡頭 看到這幅圖 隨著越南 跟國際貿易往來 相信對於英語的需求 都是越來越大的 所以理論上 在越南 特別是大城市 例如胡志平市的地方 英語老師的人數 理應是越來越多 正如我們昨天所說 不是公司 都可以網上去做生意 特別是教育中心 很多時候都是面售貨 可能一班為數不少的同行 面售 這些教育中心就會很受影響 沒有辦法去營業 今天的新增確診個案 就是8644個 比昨天少了900多宗 今集內容就到這裡 糟糕了